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乡村其实是个人的选择 甚至有时候到了今天 有时候是居住在大都市的人 常常会被人家取笑 因为对于都市以外的生活 一无所知 比如说没有到过大湖采草莓 以为说草莓都长在树上 或者是吃过猪肉 但是一辈子没有看过猪走路 台湾有个词说天龙人 其实这个词是从日本的 知名漫画《航海王》来的 认为说天龙人的意思就是说 那些都市人都认为自己高人一等 好像世界绕着他打转一样 那其实在英文里面 也有一个词形容都市人 但是比较没有像天龙人这么 嘲讽的意味 City Slicker City是指城市 Slicker是指那些滑头的人 或者是世故老练的城市老 其实City Slicker指的就是都市人 对于台湾人来说 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台北人 如果在美国的话 可能就是形容纽约克 或者是芝加哥人 之类大城市里面居住的人 City Slicker虽然有Slicker这个滑头的这个字 但主要是形容 没有见过外面世界的城市老 那这些人有什么样的状况呢 他可能很习惯 有网路啊 习惯唾手可得的水电瓦斯 而且我还有听过人家说 如果方圆500里之内的 没有便利商店 他就没有办法住在那边 因为这些人可能都不习惯 也没有见识过乡村生活 我的男朋友呢是一个都市人 他呢非常非常的兴奋 怎么了呢 当我们到农场看到真的牛的时候呢 他感觉非常的兴奋 这个场景呢 如果套路在台湾的话呢 就是说图上的这个男生 他可能从小到大的活动范围呢 都在台北 或者是不超过新北市 有一天呢 他放假的时候 跟他的女友到外面去玩 参观农场 那他是第一次呢 亲眼看到牛 而且还拿牧草来喂牛 你看这个牛都翻白眼了 所以跟动物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呢 让他开心的不得了 所以他的女朋友就说啦 我男朋友真是个都市人耶 看到一头牛就嗨成这样 My boyfriend is a silly slicker He was ecstatic when he saw a real life cow when we went to a farm 曾经呢我有带我朋友到苗栗 他们非常的非常的惊讶 首先是看到公车只有一个门 而且在公车上面呢 还有很多带斗力的老人家 在讲着客家话 不过对我来说这是很熟悉的 所以呢我就会觉得说 他们真的是大惊小怪 不过有时候呢 乡下人到都市去 可能就会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 那我们乡包老的英文呢 也同样非常的简单 Country bumpkin Country是国家 但是也有乡村的意思 Bumpkin是指土豹子 或者是乡下老 Country bumpkin就是指 乡下来的土豹子 或乡下老 My grandpa calls himself a country bumpkin and refuses to learn how to use a cell phone My grandpa calls himself 我的祖父呢 他叫他自己 a country bumpkin 一个香巴佬 and refuses to learn 他拒绝去学习 how to use a cell phone 要怎么样来使用手机 我们身边呢 可能都遇过这样的长辈 他们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 因为他们辛苦了大半辈子 剩余的时间呢 他们就想要安享晚年 除非必要的话呢 他们不想要冒险 也不想要尝试新的事物 那图上这个人的祖父就是这样子 这个人的祖父呢 他认为 我就是土豹子啊 我就是庄稼汉啊 管你们怎么讲 科技产物啊 我一概近些不敏 管你呢 送我多大 案件的手机 我都不要用 所以呢 他的孙子就说啦 My grandpa calls himself a country bumpkin and refused to learn how to use a cell phone 说到城 city除了形容高楼大厦 人口高密度地区呢 有时候还可以代表 公家机关或者是政府 Can't fight city hall Can't fight 指的是没有办法打 没有办法击败 City hall 就是市政府 Can't fight city hall 指的是打不赢官僚主义 没有办法推翻 没有办法改变政府的决策 没有办法凭一己资历 就跟政府来对抗 就像是小虾米 斗大鲸鱼一样很难有机会成功 Forget it Joanne You can't fight city hall Forget it Joanne Joanne算了吧忘了吧 You can't fight city hall 没有办法跟政府对抗的 你没有办法呢 可以改变政府的想法的 图上的Joanne看到 报上跟大谱拆遷有关系的新闻 觉得很夸张 她觉得说 你怎么乱拆别人家 所以Joanne就想要做一点什么事情 比如说声援受害者 或者是参加游行抗议 来逼政府改变他们的决策 不过旁边呢 看她穿绿色衣服的朋友 就觉得说 哎呀算了吧 她就教她一盆冷水说 你面对现实吧 像你们这样的人呢 是斗不过政府的 You can't fight city hall 不过我们要告诉大家 不要太悲观哦 有时候呢 纵志成城 最后大谱按拆迁呢 在行政诉讼上也胜诉了 也算是公民运动呢 有发挥力量 说到城呢 我们刚才说是指一群 限定范围里住了一群人嘛 但是呢 代表的就是心肌咯 那城府声呢 在英文里面呢 有一个很生活化的形容方式 play cards close to one's chest play cards是指玩牌 close to是很接近 one's chest是指某人的胸部 play cards close to one's chest 是指有人在玩牌的时候呢 会把牌拿得非常靠近自己的胸口 自己的身体 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呢 有些人防御性很强哦 在打牌的时候呢 就会把牌拿得很紧 可是有些人漫不经心打牌的时候 随便牌露出来给人家看到也没关系 被看到也没差 还要人家好心提醒他说 你牌拿好一点好不好 你牌都被人家看光了 不过刚才说 有人防御性很强哦 他除了牌收好之外呢 常常呢还要拿得很近 挡住 挡在胸口这边 挡住脸 不让任何人发现 他有什么好牌 有什么花招 而且呢 他在玩牌的时候 喜怒不形于色 臣服一副很深 你不知道他拿到的牌是怎么样 很难摸透他的想法 We don't know how our client feels about our proposal She placed her cards close to her chest We don't know 我们并不知道 how our client feels 我们并不知道呢 我们的顾客是怎么感觉 怎么想的 about our proposals 关于我们的提案 She placed her cards close to her chest 她把手上的牌拿得离胸口 非常的近 也就是指她的臣服很深 图上这个男生呢 去找客户谈案子 不过这个客户看起来 臣服很深 因为从头到尾呢 这个客户除了没有 透露自己的想法之外呢 我们看她的肢体动作就知道了 她一手放在胸前 嗯 保护自己 一手呢 则遮着嘴巴 不愿意发表意见 或者是持保留的态度 所以呢 这个男生就没有办法得知 这个客户的想法了 因为他太小心翼翼了 这个客户非常的保护自己 臣服很深 We don't know how our client feels about our proposal She placed her cards close to her chest 我们今天认识了一系列 跟陈有关系的片语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City Slicker 指的是 没有到过乡下 或者是对乡村生活 没有太多体验的都市人 City Slicker Country Bumpkin 反过来说呢 就是指那些拒绝现代科技 或者是对都市生活不熟悉的 香巴佬 Country Bumpkin Can't fight City Hall 指的就是说呢 不要跟市政府对抗 没有办法跟市政府对抗 衍生的意思就是说 你没有办法改变政府的决策 Can't fight City Hall Play cards close to one's chest 如果有人呢 他玩牌的时候呢 把牌拿得很接近他的胸口 就表示说这个人臣服很深 Play cards close to one's chest 今天很高兴可以跟大家认识 一系列跟陈有关系的英文词语 自在生活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